张先生现在他就做出改变了 首先酒和烟都戒了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 他这个治疗还有没有办法进行 到这种程度 虽然说戒烟戒酒 一定已经做成了 但是戒了还是有好处 还是比不戒强 不戒强 你不能继续这么的就糟到自己身体了 那么这时候你戒了烟戒了酒 我们用药给你积极进去治疗 还是能保住这条腿的 所以尽管你前几十年 你把自己身体糟蹋坏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要继续糟蹋了 还要悬崖勒马 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体 治好以后控制住了 治好了长生了 那么你控制复发吗 不让他老复发 要不你不戒烟不陷酒 你还随便吃随便喝 那不还复发吗 所以说不要认为 我的脚已经烂了 我都截了一条腿了 破罐子破摔 我就这么着 反正都截掉一条腿了 还有一条腿 两条腿没了 你还有脑袋心脏 你再往上切 没有可切的 所以这其实真的应该保持理智 另外就是有的患者说了 说你看我这个脊肢了 我脚趾头没了 或者我脚没了 那我这个吃药的话 我剩下这部分的血管里边的状态 能不能逆转 比如说通过吃药的方式 把里面杂质扩开 然后恢复血管的功能 对 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质疑说 中药 喝中药就能把那血管的斑块弄开吗 因为这个理论上讲比较复杂 咱们就讲点现实 说这个斑块 你已经堵上了 支架咱也支了 支完以后又堵了 搭桥咱也搭了 现在都堵了 那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太多的招了 那你打针都打了 那你就吃药 吃药能不能 那么既然只有一条路了 我们试一下 姑且一试 姑且一试 试完以后 你看看有没有效 看看那些烂脚的 经过用药以后 人家的脚是不是血过来了 肉是不是长了 那长了 那不是一粒 那么多粒 那就说明这个理论是成立的 我建议我们病人 不是说中医有没有效 西医有没有效 中医好 西医好 我们是病人 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 西医好 中医好 就是这个病 西医你有啥招 中医有啥招 我都试一试不就完了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 贾老师中医小课堂 看一看有哪些养生小妙招 和您分享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您讲解中医知识 用简短生动的表述 为您传递养生常识 天天见一面 特邀嘉宾 中医博士 贾春宝老师 给您带来不一样的中医养生小贴士 糖尿病足病人 选择鞋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我们说选择袜子 这个袜子一定要选择棉线的袜子 不要选择那丝袜子 随着这天气变暖 我们很多人愿意穿那个薄的丝袜子 这个不要选 为什么这个丝袜子容易刮上你的脚上的这个皮 脚子甲的这个突出的位置 容易出现刮伤 所以我们不选择丝袜子 选择棉线的 这个鞋一定要选择宽松 舒适 透气 又不能全穿那个凉拖 现在马上热了 穿凉拖是不行 容易损伤你的脚 被外界的蕊气刮伤 所以最好选择一些旅游鞋 带透气的那种旅游鞋比较好 编导师 已经有观众朋友把这个电话打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 看一看这个观众朋友有什么问题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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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哪里的这个患者 我是牡丹江的 牡丹江的 这样的 您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包括您的这个病症是什么样的 详细的跟贾老师描述一下 你好 我就是 你好你好 贾老师 你什么情况 我是血糖高 血糖多少 我的血糖是16到17这样 这倒挺高 你这个血糖高多长时间了 有20多天 20多天 就刚发现的 对 刚发现的 那你是怎么去想起来查这血糖的呢 我就是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我就寻思查一查血糖 然后到那一查就血糖挺高的 现在是口干口渴明显呢 现在口渴厉害 口渴厉害 尿尿多吗 次说 还好 不是太多 饿得明显吗 也没感觉到饿呀 主要是口渴 主要是口渴 那你这属于刚刚得上糖尿病 家里有糖尿病的病人吗 没有 没有 就你自己 就我自己突然间查出糖尿病 那你在这之前你胖吗 我之前 我正在减肥 我130多斤 我现在120斤 还不胖 不胖 也没感冒 也没发烧 是吧 没有 没有 那你这就比较特别了 你这要定诊呢 就是二型糖尿病 这属于二型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 那咋办呢 那第一呢 你就得控制饮食 先在嘴上下功夫 一天吃饭吃七分饱 早上一两 中午二两 晚上二两主食 蔬菜呀 可以多吃一点 可以吃饱 那个 素食鸡鱼肉蛋 合在一起 一天不能超过四两 鸡鱼肉蛋 再一个呢 多走路 中午吃完饭 走45分钟 晚上吃完饭 走45分钟 还有呢 吃饭一定不要快 慢点吃 20分钟到30分钟 吃一顿饭 把这些你做好了 再加上配合中药 进行调整 估计你这个糖 很快就会降下来了 不要吧 要吃药的吃多久呀 这个两周你做一次检查 看看降多少 两周做一次检查 降多少 这个时间不会太长 你自己呢 关键是我后边这几句话 你自己要有信心 我一定要把我的血糖 控制下来 不要被别人的语言诱惑 这糖尿病 这治不好 得一辈子 我们不管谁咋说 我们做自己该做的 把你自己该做的做好了 你的目标 理想就可能实现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黑龙江广门电视台 正在播出的天天见一面 我是主持人张松 那我们有节目的热线电话 是04515865956 您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 来提供您的问题 那每一位拨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 都会获得 由贾春宝老师主编的 糖尿病足与 甲状腺病的防治 这样一本专注 相信对您这个疾病的治疗 是很有帮助的 每天我们节目当中 都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打进热线电话来 由于这个时间有限 我们只能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在这个节目现场 提给贾老师 看看贾老师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这是一位772的刘女士 她说医生您好 我今年39岁 前一段时间 体检发现血糖高 餐前空腹8点几 我是不是患有糖尿病的风险 还想问一问 这个控制血糖 只要打上胰岛素 就停不下来了吗 8点几已经不是怀疑 是不是糖尿病了 可以确诊 可以确诊糖尿病了 至于打上胰岛素 能不能停 这个是可以停的 现在对胰岛素的认识 不像几十年以前了 几十年以前 那时候认为 不要轻易打胰岛素 打上就停不了了 就得打一辈子 现在想打就打 想停就停 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对于刚才这位观众 我们给他一个建议 这时候不要急着就吃药 不要说我稍微有一点毛病 我赶紧找大夫开药 问题是在哪 在你自己身上 先把原因找好 把生活的状态和饮食的习惯 调整一下 先调整过来 调整过来 你的血糖可能降下来了 如果降的再不理想 你再找医生 再给你用点药 这样就下来了 如果你自己不努力 上来就找大夫去 大夫听说你挺厉害 给我开点药 不是大夫不愿意给你开药 你自己能做好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做 怎么做呢 少吃慢吃多运动 七分饱 饭后走四十五分钟 你这样的做下来 你看你血糖 能不能降到六一下 降到六一下就不用找我了 是不是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 天天见一面 谢谢下期预告